贾许、字子和、三国最阴的毒事 为什么说他毒呢? 这要从他的计谋说起 贾许为人低调 很有远见 善于抓住人内心的矛盾来献祭 他又劝李郭反攻长安 导致关中地区遭受到巨大破坏 使得古都长安空无人烟 他献祭张秀叛曹 张秀听了之后曾两次打败曹操 使曹操损失大将典威 还有长子曹昂 曹操在赤壁之战前 贾许献祭说刚拿下荆州 应先安抚百姓 等稳定之后再顺势拿下江东 结果曹操不听 在赤壁之战中被周瑜以少生多 他离见马超寒碎 让马超和寒碎互相猜忌 致使曹操最终一举平定关中 在曹氏夺位中 曹操问他要立谁当储君好 他却回答了一句 我在想袁绍和刘表 这句话让曹操立马下定决心 选择曹丕作为继承人 而非费长利诱 这就是三国第一毒事 贾许 在做人与做事中找到一种平衡 所限之际总能助力君主获得成功 对此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人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呢 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呢